先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新闻 在英国的新闻先讲一讲 英国的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计划在 今个星期二、四和六罢工三天 主要原因就是抗议 这个加薪幅度未能追上通胀 预计超过五万名的铁路工人会参与 而且今次的罢工行动是过去三十多年来 这个铁路运输系统最大规模的工业行动 而这个工会的秘书长也说到 他们只是希望可以在生活的成本上涨 和加薪幅度能够追得上 铁路营运商的报价就远不及很不幸 有铁路工人也说 通胀不断上升的情况下 实际上他们觉得工资是被削减了 而当地的运输大臣夏博斯 就谴责工会做出这个罢工行动 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会影响一般民众去医院 我也不明白 乘搭火车去医院 还有其他东西 他有接驳巴士给回 不过说实际上路只有这么多 你多了巴士 就算多了巴士 也会迟到 人口已经大了就大了 而且我要为工人说话 因为他们的诉求不是没有道理的 之前他们是加了班次 还有新的线路开了 所以工人相对做工的辛苦程度是多了 但是又不加的话 我就觉得是不够公道的 但是你可以说 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日子 因为有两个大日子 有两个大日子 一个是音乐节 一个是没有记错的话 是有简纳球的比赛 但是他罢工就是选择大日子 否则没有人理他 这个是矛盾体 当然我看到 好像BBC之前有写写他们说 你这样会失去道德高地 你真的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们很公道的 如果他不是这样的日子 那你就没有人理他 所以要放弃一些所谓的道德高地 因为之前这个伦敦市长简细德 也有跟他们谈过的 最初是伦敦的 后来是全国性 全国性 这次很厉害 我觉得也是要霸一次 他们怎样都霸一次 就看民众的不接受程度 不是说接受程度 我相信有些人都是骂的 我看到BNO的 有些人说 搞错了 搞到我没得上班 手停口停 因为他们很多是手停口停 在香港的时候 人家很多都是手停口停 你又阻挡着人家? 不是啊 那时候 说什么大三霸 你那帮朋友很支持的 是不是? 你去到英国人家 人家搞罢工 你又不支持 很坏啊 去到英国做信民 你怎么搞错啊 去到英国做信民 在乡做刁民 这样也可以 我想很多人在香港 很久都没有听过工业行动 也都没有真真正正正感受过 什么叫做工业行动 我自己过往也在其他节目都说过 我自己在新西兰真的感受过一次 对我来的最恶劣的工业行动 当然是怎样呢? 我自己以前就乘开巴士上班 那巴士走到半路 我上过车的 走到半路 叫我们下车 不开工了 我们罢工 够钟罢工 停车了 他在路边 真是这样 是突如其内的罢工 搞到那天这么晚 只能够走路上班 走五公里路 五公里路不是很远 对很多人来说 很远 这位运输大臣夏博士 亦都说 希望勞资双方 应该坐下谈 这些说完废话 当然要坐下谈 难道是动手吗? 难道是打过 讲手? 难道是不要谈 好了 另一侧消息 就是来自爱尔兰 外尔兰总理马丁 就这么说 英国政府寻求单方面修改 英国脱欧协议中的北外尔兰议定书 是对北外尔兰的经济造成破坏的 他接受了贝贝斯的访问 就这么说 英国政府修改北外尔兰议定书的立法程序 是不能接受的 这是代表着单边主义 他也说 在北外尔兰议定书之下 过往北外尔兰的经济表现非常好的 但是 英国各方面 就没有充分地说明这一点 而英国政府提出的法案部分内容 例如 双重监管标准 就很可能損害北外尔兰的经济 令到工商业界深感忧虑 而这位马丁也说到 要接纳北外尔兰的议定书运作 之时可能会出现一些法律的问题 也相信能够透过认真和持续的谈判 欧盟和英国政府就有可能能够解决有关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 英国目前的经济 始终是不太好 也很自然地影响到北外尔兰 这个没办法避免 再加上议定书一些不稳定的原因 看来北外尔兰的经济都会和英国一起 抱着一起攬炒 避免不了 通胀上升是全球化的问题 大家都要面对 但是如果他撕毁了北外南协定书 这个真好笑 约翰逊自己谈 自己协定自己撕毁 真好笑 没办法 他是被党内的鹰派夹死了 还有北外有很特别 大家如果去北外也知道 他有自己的磅 我们也有汪汪在英国 北外尔兰英镑 只有北外用到 其他地方是不用的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去北外玩的话 我们亦亦有汪汪在外尔兰共和国 如果搞成这样 其实拜登很不想见到 当时他也跟约翰上说 你撕毁了北外尔兰协定书 那就跟欧盟又是闹翻了 又是闹翻了 对整个西方世界不好 尤其是现在在抗我 有吵架就不好 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是事实的 但他们始终都是 尤其是爱尔兰共和国 但北外尔兰也很想和英格兰分家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是有助于分家 多些冲突 我想北外尔兰也想 会不会是这样 有这样的想法 但现在新分党还上了台 还想搞多次公投 现在部署第二次 好了 就分享另一则消息 这个是北约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 和英国首相約翰逊 大家都说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出发的战争 很可能演变成长期的冲突 而西方也准备好 会是一场持续几年的战争 而且也会继续支持乌克兰 虽然战争成本高昂 包括军事援助能源 食品价格上升等等问题 但如果莫斯科 成功实现了军事目标 代价是会更加高的 而他也说 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很多地方已经落入俄罗斯手上 如果能够向护军 提供更多现代化武器 就有助 乌克兰解放顿巴斯 而约翰逊也在报章 赞文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 试图在消耗战 以一个野蛮方式 来粉碎乌克兰 应用时间是最重要的 这件事也取决于乌克兰 能否能够强化他们的守卫能力 能否比俄罗斯更快 重整他们的战力 我自己都认为 某个程度上都说得对 这场战争很可能会搞几年 搞几年的话 其实就不只是西方国家受苦 不只是乌克兰受苦 全世界都在受苦 全世界都在受苦 老实说 谁赢谁赢谁赢 我就真的不太介意 最重要的是 希望他们尽快停战 哪个方式能够尽快实现停战 哪个方式 我觉得就要采立了 你可以俄罗斯 当然最好就是俄罗斯 突然间说我们占狗了 我觉得现在都已经拿了顿巴斯区 是不是时候得赢好意 就返回首呢 再介绍乌克兰 乌克兰的方面 乌克兰 你继续打下去 死的死伤的伤 如果可以 港和的话 都要港和 是不是呢 他现在说到 撑到好行 不过这样也对 如果乌克兰 他不是说到这么大 你知道大家 港价巴勤的时候 那当然 那个价格开得高一点 之后慢慢去谈 晚天开价 就落地还钱 是吧 是 他们总统的发言人 甚至说 现在我们准备 连武力修复 克里米亚都可以 说到这么厉害 克里米亚如果可以 早就修复了 不用占了那么久 而且已经八年了 人都换走了 我只能说一句 克里米亚的确是未被世界承认 未被承认俄罗斯的领土 当然他们自己公投就认了 但是一个现实 现实政治是什么 就是那些现在实质管治的 就是俄罗斯 你真是没办法 当然 你可以打一场 现实是这样 但是 你连俄国人 赶出巴斯都赶不到的时候 你和别人说 赶出克里米亚 哈哈哈 不是说得很大 是 真的说得太大 不过他是要这样的 他要这样才可以夹西方给他 那也对 这种独立公投 这种说法 其实有一件事 较早前这位哈萨克斯坦总统 托卡耶夫都说过 我是挺同意托卡耶夫的说法 他特别说到 世界上有两大原则 一个原则就是 国家的完整性 是神圣不可侵犯 另一样东西就是 民族是有自决权 这个也是联合国的两项原则 但是这两项原则 本身是有矛盾的 正因为托卡耶夫 虽然他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之好 他也不会承认 顿巴斯区的独立地位 我昨天在《正向珠》也说过 他真的说不 很少在对着普京面前说不 很厉害 他是不承认 努金斯克人民共和国 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 还有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也是对的 国内的分析家也认为 因为哈萨克斯坦 国内也有很多说俄语的人 很多俄语地区 他自己也认为 如果他也认为俄语地区 因为他现在说 我要保护俄语的人 你要记住 前苏联加盟国和国 很多地方 因为他四散了很多说俄语的人 包括南武塞梯也是说俄语 没有错 还有摩尔多瓦的得座地区 也是说俄语 如果大家都说俄语就要拿回 保护他 民族自居 是吧 是吧 所以中亚五个国家 都是不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独立 因为中亚这几个国家 都有说俄语的人 很多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他当时 苏联刻意把俄语人分散去 加盟共和国 还有内地的工资很傻 他说 跟台湾不同 但如果这样 那些就是他们的盲点 是不是台湾地区 如果有一天他都用这个借口 那你怎么办 你可以说 你可以无力收回他 OK 但是 但是 大家都是有 如果短兵相接 是不是大家都有损失 所以很笨 那些人都想不明白 那条逻辑 好啊好啊 拿了他 只把就爽 只把一口 现在台湾是什么 够金山条约 他经常拿出来说 你看台独分子经常拿出来说 所以那些人 不过来看 有些很好笑 他们说不同 台湾地区不同 怎会不同 但是他们可以写到你很痛 大哥 你议论机器不在你手中 你明白吗 不过 不过 有些就是这样 喜喜喜喜喜喜 从来都不用脑 觉得很爽 不过 我说他们用脑 可能他们吸到流量 又是有钱赚的 这个没错 最重要是赚钱 说什么都不要紧 最重要是赚钱 你什么踏平 串草不生 都要拿回 串草不生 虽然核弹也不怕 总之西安以东 所有地方放弃也不怕 都要维持领土完整 如果是这样 中国政府早就做了 为什么不这样做 其实摧毁台湾 什么后果你都不想的话 真是容易 你什么都不想 很多人很傻 没有什么原则 所以我认为托卡耶夫 他作为一个 他在年初的时候 从俄罗斯借兵 把前朝的总统 搞到暴动 但是现在 他也是能够在普京面前说不 这个人也是很简单 托卡耶夫 他很聪明 他知道他能支持你 我国内这么多 托卡耶夫 托卡耶夫 很聪明 他说中文很厉害 托卡耶夫 好像是深圳某间大学 是 榮譽教授 榮譽教授 是的 19只船车仍然都在奥德萨地区的港口被封锁 原因就是在北顿涅茨克的城市 再遭受炮火和火箭炮攻击 东部的顿巴斯区劳金斯克的工业重镇 近日亦都成为试图控制该区俄军主要的攻击目标 俄罗斯人就说 已经控制了北顿涅茨克的说法 这个是方言来的 强调主要区域已经 虽然受到俄军控制 但不是全市 当地的州长也承认 持续的战斗令到撤离行动 没办法继续进行 另外 烏克兰国会也通过新法 停止和俄罗斯所有的科技合作 禁止乌克兰境内的传媒 及公共场所播放俄罗斯音乐 禁止俄罗斯及白俄罗斯 攜带书籍的出版物进入乌克兰和传播 奇怪是这么晚你才禁止 你这个烏克兰国会 还有有些事情我就觉得 如果他没有宣传俄罗斯什么战争的理念 其实有没有必要禁止我 我是打个问号 有时候那些文化交流 是否你都要禁止 我这件事我一直都打个问号 不过现在是战争 就是两关交流 对 他怎样都要创行一行 说真的 对 还有两个关于香港的消息 这个运输署在昨天公布了有货车司机进行了2717次快速核酸检测 当中发现了七宗初步阳性个案 而卫生署也相计会跟进了 有没有人出来叫封关呢 现在没有了 没有了 不会有人说这些 不会封关的了 另一侧消息呢 又是 我都不明白 为什么还是有人中招 有一名21岁的女子 怀疑被卷入 刷单元骗案 被骗了7万元 这位女事主在昨晚报案 早前接获一位陌生人发出调评讯息 充当刷单元 在购物平台买东西 通过点击买购物 从而推高商家名气 赚取佣金 他按指示 花了7万元 传入对方指定8个银行户口 在这些平台作购物资用 其后就跟这位骗徒失去联络 华尔受骗 于是报警 每个星期都有人落入这个刷单骗案 看来很多人都不是太过留意 社会上发生过什么事 这么多人中招都有 这些真的报过无数次 在内地又有台湾地区 我们都说过几次 为什么总是有人中这些招 是否真是不怕狗 最重要的手 这个是 但这些只是刚刚发生 只是不久 但还可以持续发生 我觉得真的有点奇怪 所以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很难说的 你知道 什么刀转韵 都有人经常中招 每年都中招 每年都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每个人都少死 麻烦各位聪明点 不要常常中这些小小招 你要工作 你跟人工作 是你去赚钱 不是你自己拿钱出来去赚钱 不是这样的 对吧 这么简单的道理 很多人都原来还是不明白 所以也都因为 这样也导致 每个星期都有这些 骗案发生 真的很不幸 好了 这一节就到这里为止 下次回来 再跟大家分享其他话题